我是聊心占卜师Yoko 欢迎来到每周一早上七点的Yoko Morning Co 从心灵的角度有意识地觉察生活 哈喽,欢迎大家回到Yoko Morning Co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哭这件事情 也是跟情绪有关的一个展现 那首先呢,想跟大家讲讲我最近的近况 我觉得大家一直觉得我可能就是做很多事情 我一直尝试做很多不同的内容 有经营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也有经营我的Instagram 然后平时我还是有当占卜师嘛 那一直这样尝试做不同的事情 其实也时常吃掉自己的休闲时间 这在旁人看来也许不太能理解 也会觉得我到底有没有在休息啊 我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但其实多半的时候我都是乐在其中 并不会觉得很累 也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跟喜欢的人一起出门 然后出门去放松之类的 都还是有时间的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突发状况 让我需要调试 例如突发状况不能拍影片 被其他事情消耗精力之类的 类似的事情虽然可能会让我消沉一天吧 但是我仍然会继续我一直以来的内容产出 因为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只是情绪就不会让我那么好过 以前我在直播说过 要疗愈他人之前就要先疗愈自己 这是因为当我们自己状态不好时 我也不敢说我的建议或者是方法是有效的 但我这边所说的状态 是包含一个波动期间 从高点到低点的释怀 以及从低点到高点的调试 在这两段过程中都能够穿梭自鲁 我觉得才是真的懂得如何疗愈自己 如果我讲的这个是更深层的情绪觉察 如果一开始并不了解自己的人 需要从觉察自己消沉难过与不舒服的感受开始 先还不用太着急于要如何摆脱 进到情绪低点的状态 接着想跟大家讲讲 我之前其实有讨论过的感性与理性 也就是在直播的时候讲的 其实我那时候有提及 我自己是一个内在很感性的人 也比较敏感 我很容易被电影呢 或者是一首歌去触动到 就会不自觉掉泪的那一种 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这集Podcast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 但那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很难过 而是一种共情 所以我本来就不觉得哭有什么不好 之前在分享与成功有约那本书时 我有说过 很喜欢书中提到刺激与反应的距离 而我自己也一直在拉长这个距离 直到最近我发现 我的反应时间真的好长 就像是事情发生时 我把它当作是别人的事情 但是我的情绪与压力 仍在缓步上升 只是我没有到达爆发顶点 也许我的爆发门槛也升高了 所以我可以累积好几天 直到最后一天才来排解我的情绪 而我说的排解情绪方式就是哭 我会听歌哭 看剧哭 运用各种方式哭 有时候是不经意的 但有时我是故以为之 因为我知道 虽然是共情歌曲与剧情 但事实上是在引导我 内在的情绪发出来 有人可能会用说出来的方式 但我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 就算不是抱怨 我也发现 说出来常常解决不了问题 在这块我就会很理性的选择自己消化 这就是我外显的比较理性的部分 所以要说我很会疗愈自己 其实就是因为 常常陷入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思考多了 自然就会熟练了 因为我记得之前也有人问过我 就是那个情绪周期的问题 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从 我们学习人类图才知道的 就是情绪有高点跟低点 那我们怎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 来去决定 我们是否真的对一件事情的决策 是确定的 比如说你在高点的时候去做的决定 可能你在低点 你不一定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在高点跟低点都去测试 所以就必须要拉比较长的时间 来去做选择或决策 那今天大致上分享到这里 然后上周我的碎碎念在讲 占卜对我的意义嘛 所以那一集是没有来信的 那我也觉得我今天可以休息一下 不用做太多的反馈 那大家记得去看 本周的秀球的制作教学哦 虽然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主题 不是太有兴趣 但是我自己觉得做出来还蛮可爱 我真的有把那个做出来的秀球耳环带出门过 然后我还蛮喜欢的 虽然远看看不太出来是秀球啦 就是它有那个线 但是你把它聚集在一起 是真的还蛮像秀球花的那种感觉 那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的影片的时候 也可以当作是一种疗愈的感觉 以前有人说过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很疗愈 但事实上我的声音有高频跟低频的分别 我有时候是像现在这样 但是如果要我很轻声细语 那可能不同声音 然后如果我用比较高亢的声音 可能就不是大家所听到的感觉很疗愈了 因为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 我以前其实大学的时候是辩论社的 就是我们系所上是有辩论的系队 那我是以前辩论系队的队长 所以可想而知 其实我争论起来也是很可怕的 很难想象吧 如果大家有想要跟我分享 就是你听了这集的想法 依然可以去寄信给我 或者在下方五星评价的时候给我留言 那我就会看到这些留言 并且在我们的Podcast节目里面 去给你反馈哦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